好 進入我們的健康上菜 好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 但是我的八針豆腐堡不太一樣 跟港式的不太一樣 因為所謂的我的八針 就是八種好的食材 把它湊在一起 叫做八種珍貴的好食材的豆腐堡 那我們首先一樣 我們把雞肉 雞腿稍微切一下之後 有油 先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出來之後它的那個脆香度 跟它的味道就會比較好 那這邊是剩下的雞油 我們就用它來煎豆腐 好 剩下的雞油 我們就用它來煎豆腐 好 好棒喔 一點都不讓我會 對啊 而且會很香 而且用油量很少 對 豆腐是一般的板豆腐 這是板豆腐 板豆腐做這種料理比較好做 那很多人 沒有 其實都可以啦 只是說我們比較建議板豆腐 因為板豆腐營養成分比較好 對 因為一般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中華豆腐那些 水分過多了 對 就覺得它容易破 而且製成的方式 好像也不一樣 對 因為板豆腐含鈣量很高 但是那個嫩豆腐呢 是一點鈣豆腐含 因為淡豆腐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所以我們還吃淡豆腐 對 要吃板豆腐 淡豆腐 淡豆腐其實裡面呢 大部分都沒有淡 裡面大部分都沒有淡 那它為什麼叫淡豆腐 它只是長得很像淡 只是長得顏色像淡 長得黃黃的淡 對 漂亮 那是要在最難的部分 就是我現在在做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翻 翻身 對 翻身 它翻身翻好了就很簡單了 差不多我們也不要煎過頭 可以把豆腐拿出來 漂亮 那接下來你也不用再特地加油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雞 剛剛裡面才有雞體 還是有用 一樣再把它放回來 火開到最大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烹調雞肉 在烹調的時候 順便把香菇放進去 放進來 然後就可以開始來煸它了 木耳 木耳放進來 這個營養 木耳是很營養 是 像比起來我剛剛那一道好陽春喔 那這個紅蘿蔔也可以放進來 稍微炒一下 難熟的先放進來 那這個地方我們有水 我們先把鹽巴放進來 用它來燙花椰菜 還有一米筍 這樣待會兒在裡面烹調時間 就會說比較短 現在差不多你看雞肉的部分 已經有一點顏色變得是 我們可以把蠔油放進來 蠔油要放多少 差不多一大匙是兩大匙 你可以斟酌 好 接下來香菇水進來 然後把水放進來煨 對 天啊 這個時候就是把蠔油的味道 跟雞肉的味道 把它味到湯裡面 好 鹹度夠了之後來 把豆腐放進來 哇 滾 好 讓豆腐跟這個 裡面的雞湯啊 跟香菇湯做結合 好香喔 香到爆喔 稍微再多一點點 好 怎麼會香成這樣 那這邊現在滾的時候 我們把它轉成 中火 中火 上個蓋 燜一下 讓它去燜 這樣才燜大概三分鐘左右 好 那在這之前 我們先把花椰菜這些 把它先拿出來 不然不要 不要到時候太熟了 待會兒只要把花椰菜 放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勾芡的東西 這個 好 這個是飯 那你可以倒一點水進來 好 再放著一半 然後把它打開放進來 用飯勾芡喔 好健康啊 對 不是 好特別喔 這樣很健康 這樣比較健康 你學過那個豆腐那個嗎 勾芡嗎 對 這樣用嗎 它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飯就跟醬油一樣 它會有黏稠 所以它是澱粉 對 對 好 那你可以看 現在打完之後 對 打好細 它是很綿密的 真的耶 對 然後就用這個來勾芡就好 完全看不出它是飯來的 對 米糊 米漿 好 那你現在剛剛 我們可以看到豆腐 剛剛比起來有比較膨 有 就代表它已經受熱完全了 那你現在就是要確定 你的肌肉有沒有熟 沒有問題了 我來幫你去 好 剛剛 青菜的部分放進來 再放下去 真的顏色喔 好讚喔 好 那我們因為要勾芡 所以我們可能待會兒的 鹽分會稍微要做一點調整 可以 把它放在旁邊這個地方 淋進來 為什麼要放上面 因為我們可以跟醬汁先結合之後 你稍微翻一下 它整個就會巴在一起 喔 知道了 看來是醬 我都直接淋上去耶 好 砂鍋也熱好了 好香喔 大砂鍋出籠了 好 最後要起鍋前 點一下香油 好 我們今天的八蒸豆腐早 就完成了 來… 好香喔 好香喔 對啊 香菇味好重 真的 很棒 最重要是要吃豆腐 豆腐 真的 你13分多吃一點 很好吃喔 豆腐好有味道喔 真的喔 完全吸進去了 對 你要聞一下嗎 好 真的好香喔 怎麼會這樣到這個程度 而且那個味道好豐富 層次好豐富 雞肉也很嫩 而且雞肉也很香 做了一個香味因為煎過 好 試一次花椰菜跟香味 花椰菜好吃喔 花椰菜很好吃喔 我第一口就 我第一口就把花椰菜吃掉 這花椰菜很好吃 尤其是白的花椰菜 一般我們在吃的時候 都是吃比較爛一點 對 這個主題比較脆一點 比較脆 味道不同 最主要我們這樣的呈現 是希望大家可以 多吃不同的食材 好棒喔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主題 最好是在講這個 女性的更年級 對 老師有提過說可以多摄取一些 均衡的摄取食材 這是好東西 那我們今天的做法也不一樣 我們把雞肉的雞皮的部分 的油拿出來用 我們也沒有多的油脂 對 就是在零點香 有只是點香嗎 而且勾芡是用白米飯 用白米飯 很健康 好棒喔 今天就謝謝三回合 謝謝 來 大家繼續鎖定 我們實在有健康 讓我們相信如何吃出好健康 待會兒再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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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實在有健康吃什麼呢 芋頭草麥麵 把這個芋頭的部分 要稍微炒一炒 做完的時候 它的那個芋頭是有點半油掉 所以扒在麵上 海鮮的部分 如果都已經好了 這道菜是幾乎完成 好豐盛喔 已經完成把芋頭 扒在麵上 明天下午六點鐘 超市實在有健康 接下來播出 生活接力棒